好那明杰事实上金正恩 最近几天这么挑衅 是在帮中国跟俄罗斯天才火 对这个说法我觉得很正确 因为为什么会从这角度来解读 我们先来谈说他10月4号 试射的这一枚 应该是火星12 当然他还认为说 有可能是火星15或17 不过基本上来讲 因为他的射程达4600公里 那离日本本土 虽然有3200公里之远 不过从日本东北青森线飞越过去 这个针对日本南韩 甚至美国的这一个举动 非常明确 特别是这个射程涵盖关岛 那如果从平壤到关岛的 这个距离大概是3200公里 换句话说这样的动作 当然似乎有在替中国 跟这个俄罗斯助政的一个议位 那为什么会这样讲 其实有几个征兆跟这个市政 我们可以来这样判断 那当然接下来 其实南韩军方目前更在意的是说 那北韩可能随时会进行 所谓第七次的这个核事报 那上一次是在2017年 那一次这一个封锡里 这一个核事报的试验场 那对外进行核事之后 宣称说他已经成功具备 这一个轻弹的引爆 那时候对外金正恩还展示了一个 很像花生米的一个 这个核弹的一个装置 那时候大概是10万吨的 这个核当量 那现在这个南韩的情报单位 监控发现说 接下来有可能第一个 他会来这个试射 所谓ICBM洲际弹道飞弹 那因为洲际弹道飞弹属于战略的这种核武 我们看到 我们刚刚谈到说 其实俄罗斯可能也会有类似的动作 因为他的发射 他的火箭要发射前属于液态燃料 必须要加注 这个液态燃料过程中 就会被卫星给侦查 那所以接下来火星15或17 甚至他们研判 SLBM就潜射的洲际弹道飞弹 像这种北极星三型 也有可能会接下来进行测试 那这些射程更远 当然可能可以超过1万公里以上的 这样的一个ICBM 如果进行测试的情况之下 当然针对美国的这个意味更加的浓厚 同时这一个南韩也发现说 他在宁边的这个核反应炉 持续在正常的运作 但是正常的运转也代表 他随时可以进行核试 同时风希里这一个核市场 先前本来金小胖对外那时候 对美国展现善意 还邀请国际媒体去看 把这个4号坑道直接把它炸毁 表示说他有停止核市的诚意 不过最近南韩的这一个情报部门 已经发现这4号的坑道口 已经完全修复 附近的这个道路也都整建完毕 同时另外还有个3号坑道 也早就已经完工 换句话说 非常有可能在近期就会 会进行所谓的核市 那本来预期是说10月中 那到11月初 大概会进行核市报 不过从最近的举动来看 这个时间不排除提早来进行 那这个动作可能南韩军方研判 这一次如果第7次进行核市的情况 可能威力会比前6次都要来得到 那针对这个举动 刚刚谈到说 美韩每日分别出手来进行反制 跟警告 包含像美韩 昨天出动8架军机 中间4架F-16 美军的 还有包含像南韩的F-15K 中间F-15K 联合直弓弹药 那今天则是美韩共同 各发射两枚包含像ATSMS 还有包含像南韩自己的玄武恶行 那美日共同 今天也进行空中的军力展示 那出动了4架的美军F-35之外 另外还有像这一个日本的F-15K 还有像是F-2他们的国造战机 那都在警告南韩 不过刚刚看到最新的讯息是 雷根号航母打击群 先前本来在9月25号 访问釜山军港之后 接下来4天 再跟南韩进行联合军演 结束之后在10月初 又在日本海进行美日韩三国的 联合的反潜操验 那本来已经近期 已经死离这个区域 但是今天最新的讯息 韩天社报导说 雷根号非常罕见的 折返朝鲜半岛的东部海域 看得出来就是说本来雷根号 有可能结束美日韩三国联合军演 本来要往南走 可能会跟美日在进行联合军演 可能一路要到南海来巡异 但是因为这一个金正恩突然出手 改变了既定的巡异的一个航程 所以我们为什么在讲说 类似的这种情况 特别是金正恩有助攻的这个嫌疑 因为我们看到 第一个俄乌战争 从过去来讲 本来就有可能牵制整个美军 全球兵力部署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动作跟态势 那当然现在 本来我们看到近期 因为中国的威胁加大 美日不断的加强联合的 这个军事合作之外 我们看到日本跟美国 都把整个战略中心 从过去本来防备 北面的俄罗斯跟北韩 现在这几年已经逐步 把重心移到 这个南面的西南诸岛 甚至针对台海有事来做准备 但是今天 这个历经五年 这个北韩又开始蠢动的情况之下 变成朝鲜半岛出现新的变数 这个部分势必也会牵动到美军 在整个东亚的一个态势跟部署 所以光这个雷克号航母打击群 本来要可能执行其他任务 因为这次的导弹试射又折返 来针对这个朝鲜危机来因应 这个部分其实 对于这个俄罗斯跟中国来讲 其实金正恩在这个导弹试射上面 有助攻之意其实就非常明显 好我们稍后回来 谢谢大家